保障生活在都市原住民族的权利 目前立法院就有高金素媒 政天才 吴立华 以及陈寅四位立委的草案版本 过去关于原住民族的预算资源 大多落在原乡 有了相关法案 期盼资源也能进入都会区 增加建设了很多的聚会所 但是在都会区的部分 有碍于法规的部分 所以有些预算是很难进到都会区 聚落所在的直辖市或县市政府 应选择合法建地 安全无余 且适宜居住之土地 规划作为新建住宅使用 四样版本聚焦都市原住民族语言文化组织 以及工作权益居住权益问题 也有版本处理族人遭受歧视的申诉方式 草案内容涉及广泛 但就唯独没有行政院版本 对照参考 立委政天才呼吁就尊重立法院审查 让条例增定 不过原民会评估法案对地方政府有不小的影响 而立委苏桥会认为 原民会除了要进行跨部会 以及地方政府沟通外 也要盘点草案是否与现行法规 有重复定定 甚至汉阁 立委张宏陆担忧 条例增设都会区以及原乡资源 如何取得平衡 避免原乡人口不断外流 最终在立委提议之下 原民会将在近期筹备公厅会 原民会表示会内也正在拟据相关草案 也是在近期会送进行政院会审议 期盼能等院版出炉 再跟立委版本一起审查 原信心瓦斯卡瓦立法院采访报道